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称那种被老公宠宠小公主,被公婆当成亲闺女一样疼爱的女人为人生赢家 因为她们事业顺风顺水,虽然不是什么高收入的工作,但至少有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让她不用那么无聊 在婚姻中被一家人宠着,这样的女人难道不算人生赢家吗? 幸福的家庭都很类似,不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同 现实生活中和人生赢家正好相反的一种女人,她们把全部的心血都贡献给了老公和孩子 到最后却换来男人的嫌弃和孩子的不尊重,一家人都嫌弃她是个吃白饭的,其实这就是与人不输,嫁错人了 一般来说婚姻中过得不幸福的女人,老公都有这三个毛病 一,生性懦弱,典型的妈宝男 生活中这种类型的男人最明显的优点就是孝顺,甚至是余孝 因为凡事都听她妈妈的话,不管妈妈说的是对是错,她都言听计从 事是以父母的意见为准,丝毫不在乎自己老婆的感受 如果你和婆婆发生争执和矛盾,她不帮你撑腰,不帮你说话就算了 她还会站在她妈妈那一边,一起教训你 嫁给这样的男人,你让她帮你拿主意,她死活没有组件 你让她帮你撑腰,她跑得比谁都快 生怕你赖赏她,注定一辈子吃苦受累,受委屈 啊,安于现状,没有上进心 恋爱的时候你可以跟她吃苦受累,只需要她对你好 你就心甘情愿跟着她,可结婚不一样 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光有所谓的爱情是不足以维持漫长的婚姻的 一个男人可以暂时没钱,但他一定要有上进心 要有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决心和行动 不能光说不干,如果她没什么上进心,习惯安于现状 把家里的经济压力都让你一个人肩负,你会过得很苦很累 可能还没有你一个人的时候过得幸福 那你为什么还要结婚呢?一个连家都养活不了的男人是不会给你幸福的 三,说谎成性 人们常说养成一个习惯只需要28天,而戒掉一个习惯却需要一辈子 如果一个男人经常对你撒谎,那你就别指望他对你说真话了 很多时候你根本分不清他哪句话是真话,哪句话是谎言 你们之间毫无信任可言,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掂量再三 如果夫妻之间没有信任,男人再也不对说实话 一不两瞎话的男人是不会真心实意爱你的 与其在这种互相猜忌中煎熬度日,还不如分开来的自由